每个旋律 每段歌词 都是当下生活的情感记录 曾经的一切 即将重现 欢迎收听 曲盘听游记 欢迎收听今天的 曲盘听游记 大家好我是陈锦钊 我是黄四郎 1930年代被料 为什么 要开始战争的时代 风雨欲来 十年之末 在1930年代 其实真正 他不到十年 从1932年 33年 黑鸟行政局出来 桃花细血记 然后一直到 37年38年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 越来越紧张了 就打起来了 对 1937年 日本跟中国 就整个打起来 就紧绷了 局面就紧张了 所以要打仗了 对这个流行歌曲的 这个市场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也是会有 因为 要稍微打了 要稍微打了 比较紧张一点的话 其实 就不能听望春风吗 应该是说 好像也比较没有 那个心情可以听了 对不对 我们要揣摩一下 因为我觉得 听音乐就是穿越时空 我们回到 假设我们现在在37年38年 对 那个时候听说要打起来了 我们会是什么感觉 已经打起来了 已经打起来了 对已经在打起来了 所以我们要准备 每天躲空 应该是说 好像 钱要较少的 钱要比较省的话 万一 应该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已经会开始有一些 所谓的 这个 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 你的生活上的物质 较少 较少 比较紧绷的 有钱也买不到这样子 它有一些是会配极 用配极 对 已经开始有一些配极制 甚至说 它已经有一些政策 已经开始在改变了 所以我们可能 家家户要开始准备 要偷藏一些米 粮食 等等 对 甚至你买 你买唱片 买唱片 也会开始 跟你缺帅 预热税的概念 天啊 如果那时候 我的要偷藏 米的话 我大概也不会想要买唱片 对 就是说 你会觉得说 我六钱拿来 买金 还是我六钱拿来 創什么 比较实际 对 要跑得比较跑得快 再跑得出去 你也感受到 好像就是 不太对接 而且 他打的国家 这个就很尴尬 对啊 因为好像就毕竟好像 他打中国 那种感觉好像就是 你就好像是卡在中间 这两个跟我们好像都有点关系 只有他们两个在打架 对啊 所以你卡在中间 你就会很尴尬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气氛 已经有点不太对了 对 那既然不太对的话 这个唱片行业 这个市场还能够再生存下去吗 我觉得已经开始 从蓬勃发展 突然间就是整个 有点是崩盘式了 所以这是雪崩式的下满 因为 一下就打起来了吗 对 因为打起来以后 日本政府那边就开始有一些 所谓的 环民化政策 环民化政策就是说 他希望你开始讲日本话 哦 是这样 对 以前就是说 你可以讲台语啊 不太管你这样 反正就 台语的还是比较多啊 你只要能沟通就好嘛 是 对 所以那时候 就是会开始要求你讲台语 甚至你看 有一些政策 他会开始说 你要取日本名字了 和日本名啊 甚至会有一些 更深化这种 环民化的观念就对了 对 他其实一直在 政策已经开始在紧绷了 所以他的要求就开始 不是在跟你说好玩的 他已经开始有一些 比较强硬的 比较严格在执行 你拜日本刑 那你如果有奖励于 你的取 你也赴日本名 你也拜日本刑 那他的标准都达到了以后 他就会在你家门口 刮一个国语家庭 以前的国语是日语 对 国语家庭 那刮这个国语家庭 代表什么 就是说你的配计 你的物质上的配计 会比较好 对 那时候也会开始跟你说 这个当军人 为国争光什么 会比较好 对 所以已经开始 慢慢一直在压缩 甚至他也不希望你 在迷迷之音 那种感觉的 不要再算了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在打仗了 我们要 是不是要为大日本帝国奉献什么的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底下 就算有音乐的这个作品出现 大概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修正 我这样说 应该是说 这个政策其实没有人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也不知道政府吃不吃这一套 所以大家其实都还一直在用这个所谓的试探性 所以民众也是 他也不知道明天未来会怎么样 他就比较不敢去把这个钱用在于玩乐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娱乐圈的市场会受到很大的一些压迫 我觉得整个环境从以前到以前其实也都是这样子 你说以现在的环境来讲 三年的疫情 你看最先受伤了一定是整个产业链里面最顶端的文化跟艺术产业 这种精神上面的这种东西一定会最先受到影响 因为很现实 很现实 那在复苏的时候往往他们又是最慢才复苏 对 大家都先顾抹 对 所以在当时如果说战争都已经开始发生了情况底下 那在唱片的这个工业里面 可能它的量跟值相对来讲都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发行一次唱片他可能没办法 他可能是三个月才发行一次 而且他发行可能只有少数几张 就是都是这样子 他们只能尽量是不是可以求一些生存 对 就是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说在1938年日冬他所发行的四季红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有介绍过给大家 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四月望雨里面最接近尾巴的一首歌曲 对就是基本上我们在讲的八咧八咧 八咧八咧干净嘛 对 我们今天还是让大家朋友来分享一下来回忆一下四季红这一首歌好了 好 因为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它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因为在那个紧绷的氛围底下四季红唱起来的感觉其实是很快乐的 是 我们让大家来听一下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回来聊这样子的一个唱片的一个环境 好 OK我们听听看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齁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齁 四季红然后里面写 然后里面写 这个好像感觉上就是一个很轻快的情歌 然后四季生活都是很美好很欢乐的一种感觉 是 对啊在当时候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勇气去发行这样的情歌 其实我觉得那个只是 还是说 发行量 发行的歌曲其中的一张作品而已 所以不是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一个 应该是说他那一日东在发行四季红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只有发行一张 对他是一批 而且那时候已经要开始我们说过嘛 他会送审 对 唱片已经会开始有审查制度了 所以那时候因为已经开始在压制这个市场了 对 他也不知道说政府是不是愿意让他们发行 再继续发行 所以他们有用一个很厉害的政策 因为那时候已经在战争了 对 他们就是比如说我发行的五张唱片 对 那一批上面有五张 对 那可能里面有一张是写爱国流行歌 我懂了 对 然后再把像那个四季红这种歌夹带在里面 对 就是闯关 就被他闯关过 因为爱国流行歌里面就是我用台语的词 上面写爱国流行歌 去呼应你大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政令 对 那日本政府也觉得你这个方式是很好 这厉害喔 所以他就让他过关 就让他过了 一张四季红在里面 对 四季红就是第一手 他从A101到A105 他就是在第一张 第一张专辑里面 他的编号啦 应该是说同一批 可是只是插在编号而已 是 所以就这样闯关 夹带过关了 就这样过关了 但是在那个时空背景底下 我想这个量应该也就是不多了 是 因为大家人会把钱 尽量省下来 就是以防万一 了解 那我们待会儿在第二段的节目里面 我们再来跟大家来继续来聊一聊 在这么紧缩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有哪些歌曲可以被发行出来 好不好 好我们休息一下